白露有三季犯了没福气 老祖宗的忠告究竟有何神意 秋季养生又该如何趋己避凶呢 白露是24节期中的第15个节期 此时夏日的炎热已经渐行渐远 随着梦秋时节的结束和中秋时节的开始 农烈的含义逐渐占据了主导 白露之名得予以误后现象 由道是白露秋风夜 一夜凉矣 由此可以看出 这个时节白天与夜晚的温度差异较大 红燕和燕子等候鸟开始南非必寒 早晨露水会凝结成白霜 这也是白露节气特有的特征 在这样一个标志着季节转换的重要时刻 更是有着很多的讲究 关乎到咱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 首先白露最忌讳的就是外出漏涕 此时气候凉爽草木开始落黄 我们出门的时候千万不要贪凉 由道是白露深不露 露了冻泄肚 秋天是疾病的高发起 保暖保护肠胃和补充营养 一个都不能少 否则稍不注意 就可能被感冒顶上 另外 气温骤降 湿冷的感觉常常会让人感到不舒服 所以生命的概率也在不自觉的上涨 俗话说 除暑十八盆 白露雾露深 按照古人的说法 一场秋雨一场寒 十场秋雨春上眠 除暑节气 天气还很热 我们可以喷水西域 但是秋天天气下降 天气逐渐转凉 很多女生和中老年人容易出现 手脚冰凉的现象 男的最好不要赤裸身体 女的最好不要露背露脚 尤其是对于四肢容易生凉的人群来说 寒气一旦侵入人体 就会有损身体健康 在日常的穿搭上 羊毛 露轮 青轮 蚕丝 促脂 蘸胶棉等保暖性最高 我们随时要关注气温变化 适当增减衣服 才能在这个世界中保持身体的健康和获利 不仅如此 老话还说 百病从寒急 寒从脚上升 秋冬季保暖的关键在于头 胸腹和脚 像围巾 手套 袜子 门手宝等等 一定要时常准备着 现代医学认为 头部是大脑神经中枢的所在地 也是我们身体中 散热最快的部位 而且由于头皮皮肤薄 血管粗和头发多的缘故 保持头部的温暖 可以预防头痛 感冒等疾病 白鹿有什么讲究和忌讳 养生三移三剂 要牢记 小心不停劝狗 伤身体 头部作为猪羊之慧 天气寒冷 令血管受缩 如果趋怨咒降 没有注意到头部保暖 人就会出现头疼头晕的症状 这也是为啥你穿的再多 依旧感觉很冷的一个原因 对于脑血管病人来说 严重的还会引发中风 面瘫 甚至诱发脑血管病 再者 胸腹部保暖 也是不容忽视的环节 这个部位 是人体上呼吸系统所在处 一般来说 胸部受寒之后 一折伤体内阳气 尤其是一些患有疾病的老年人 更是胃寒 容易引发心脏病 胃肠疾患等 老话说 在冬天里呢 带个围脖 好比多穿件衣服 否则流感开始流行之后 慢性肢气管炎 哮喘等肺部疾病 也容易复发 所以老年人 秋冬季最好再增添一件背心或围巾 不仅如此 脚部受寒 也会引起很多的问题 人体足部的穴位非常之多 一旦脚部受寒 会影响人体的肾扬气 所以白露过后 对脚的保护很重要 否则导致人的体质变弱 降低对病毒的抵抗力 尤其是早晚的时候 更需要注重脚部的保暖 如保证每天走半小时的路 进行运动 每天坚持用热水泡脚 改善脚部血循环 通过热水刺激脚底的穴位 就不容易受凉气入侵 影响身体健康了 前来无视之时 挫挫脚心 勇全血 也可以保持末梢血液循环良好 可以帮助提高身体抵抗力和免疫力 最后一点则是注意背部保暖 有道是冬暖脊背下暖度 中医认为背为肾脉所居 作为人体阳气 寻行了最大通道 感冒风寒多从背部开始 所以背部更容易感受习气的侵扰 保持背部温暖 不仅可防诱发与家中本身的疾病 而且督脉和膀胱经脉等各种经脉 停经后背 平时可用热服或按摩的方法刺激打锥 防止气血淤质 经络不通 把风寒这些对身体的伤害降到最底 特别是女性出现后背冰凉的现象时 可以灌好一个热水带后 钻进背窝来暖背 或者选择爱揪来疏通经络排出寒气 直接体会到热量传导的身体的过程 白露有三计 饭计没福气 牢记老祖宗的忠告 这个秋天才能不生病 白露的到来也是凉爽节气的开始 有道是人赖食已生 五股之味熏肤 冲身 则谋 在这段时间最好要避免吃生冷 油腻刺激性的食物 在去除肝火解秋乏的同时 避免过度进食和暴饮暴食 保持饮食清淡 温热易消化 多喝白开水 豆浆 牛奶 淡茶等饮料 如果短时间内胃口大增 一不留神吃多了 那么可以少量多食一些 如百合 蜂蜜 莲子等轻补制品 预防贴秋标造成的身体肥膀 同时白露时期也是呼吸系统疾病高发 和容易加重的时期 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注重饮食的荤素搭配 在来自北方的冬季风越来越频繁的时候 多吃不仅可以增加肠胃负担 而且还可以引发其他健康问题 所以在食物的选择上 要多吃一些能提供维生素的食物 对于老年人和小孩来说 对预防暴饮暴食和对身体的危害 在吃的上面还是要多下功夫的 皇帝内经告诉我们 白露养生要遵循顺血而养的原则 适当增加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入 让身体从夏天那种湿热的环境中 过渡到秋干气躁的季节去 以增加身体的抗寒能 顺应天地之变化 移养身心之健康 这样才会使生活的养生之道 这最后一个忌讳则是济世内水气 随着秋天的脚步越来越紧 人们应该适当休息以补充夏季消耗的体力 尤其是天气也逐渐变得凉爽 在古代人们通常会在白露这一天 将室内水气驱散 防止夜晚的气温变得寒冷无比 否则在秋夜里 室内潮湿会导致一系列细菌滋生 又或者是导致建筑物潮湿 腐蚀等问题 因此老祖宗一举千年来 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总结 提醒我们保持好生活习惯 长久以来 白露节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 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值得我们细心体会和传承 包括吃穿住行等等 都是为了提醒我们 在关注自然界的变化 努力寻找平衡 这样会让自己生活越来越美好